美國白宮派副總統拜登前往烏克蘭 與烏克蘭代理總統和總理舉行會談 雖然已經援和危機大乘協議 但東烏克蘭局勢仍緊張 白宮發表聲明說 拜登準備與烏克蘭領導人討論國際社會 如何幫助烏克蘭推行憲法改革 以及在5月25日舉行的總統選舉 奧巴馬總統說 這將是一次自由公正的選舉 在會談期間 雙方還將重點討論烏克蘭東部地區的局勢 烏克蘭東部在星期日復活節實行停火 但停火只是維持了幾個小時後 親俄羅斯的烏克蘭城鎮 斯拉夫楊斯克的一個檢查站 就爆發了槍戰有三個人上升 具體的情況還未清楚 烏克蘭說 襲擊是俄羅斯特種部隊發動的 但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 就指責烏克蘭政府不願控制極端主義分子 他說這些人向著手無串鐵的平民開槍 拉夫羅夫在星期一說 烏克蘭嚴重違反了上星期的日內瓦協議 該協議要求烏克蘭東部 所有非法武裝組織放下武器 離開那個地區 協議還要求向烏克蘭東部派一個歐洲監督團